非洲大陆广袤的天空上 一个令人瞩目的物种再次闪耀光芒 非洲猛雕 这种强大而壮观的猛禽 正在重返自己的领地 将人们带入一个壮丽的官鸟世界 非洲猛雕被誉为天空中的霸主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飞禽之一 一展超过2.5米 犹如一把巨大的剑刃横空飞翔 它的皮肤呈现出深邃的棕色 羽毛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如同黄金般璀璨夺目 这些猛雕以其惊人的飞行速度 和锐利的势力而闻名 它们可以在高空中盘旋 以雷霆般的速度俯冲捕捉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 它们就会迅速展翅高飞 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天际 给猎物留下惊讶和敬畏 非洲猛雕的复苏令人振奋 这种濒临灭绝的物种 经历了长期的保护和恢复努力 如今终于重新在非洲的天空中展翅高飞 这是自然界的一次胜利 也是人类保护行动的成功典范 非洲猛雕的回归 不仅给生态系统带来平衡 也给官鸟爱好者 带来了难以忘怀的观赏体验 越来越多的人涌向非洲大陆 亲眼目睹这些壮丽的猛禽 在天空中翱翔的景下 非洲大草原 一只强大而壮观的非洲猛雕 勇敢地挑战了狮子家族的权威 成功捕杀了一只无助的狮子幼崽 但是非洲猛雕 以其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敏捷性 迅速俯冲而下 仿佛一道闪电击中了目标 非洲猛雕 这种被誉为天空中的霸主的猛禽 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 食肉动物的绝对统治者 然而在这次异常的对决中 他突破了传统的观念 向整个动物王国发出了挑战 据目击者的描述 这只非洲猛雕 犹如一道闪电从天而降 迅速抓住了一只 正在游戏中的狮子幼崽 这无情的攻击令人震惊 同时也让人质疑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复杂性 这个令人震撼的捕猎场景 也吸引了众多摄影师和自然爱好者 他们冒着风险 追寻着非洲猛雕的足迹 希望能够捕捉到这些壮丽而难得的瞬间 这些照片和录像 不仅记录下了自然界的壮丽景象 也为人们带来了无穷的观赏和亲身体验的机会 然而非洲猛雕的捕猎行为 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和威胁 失去栖息地 猎物减少以及非法捕杀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存状况 他们会就此濒临吗 非洲猛雕捕猎盛宴 他优雅地盘旋在空中 准备展开一次致命的突袭 当猎物感觉到了威胁时 他们会慌乱地逃窜 试图摆脱这个天空中的猎食者 当非洲猛雕展翅高飞 飞翔于广袤的大草原上时 他的目光如闪电般锐利 他利用其卓越的势力 远远地发现了潜伏在草丛中的猎物 然后在这一瞬间 他利用强大的爪子抓住猎物 然后将其紧紧地拖拽上天 非洲猛雕的捕猎技巧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可以捕捉 从小型哺乳动物 鸟类 到甚至是大型爬行动物的猎物 无论是在地面上还是在空中 他们都能展现出出色的狩猎能力 使人们为之轻的保 非洲猛雕的保护仍然面临挑战 失去栖息地 非法猎杀和环境污染 仍然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因此 保护机构和当地政府 呼吁加强保护措施 确保这种宝贵物种 能够在非洲大陆长久生存下去 非洲猛雕的回归 让我们重新认识了 自然界的壮丽之美 这些捕猎盛宴 不仅是一幕壮观的自然景观 也展示了非洲猛雕的生存智慧 和适应能力 它们不仅需要迅捷的身手 和敏锐的观察力 还需要对周围环境的熟悉 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它们的存在 不仅为生态系统提供了平衡 也为人们提供了 欣赏大自然奇观的机会 你对非洲猛雕有什么看法 留言转发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